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兩兄妹的年齡 分別以Y Y是兄的 X是妹的 來表示 若在2004年的時候 兄妹兩人的年齡 兄是那個16歲 妹的話 他是等於8歲 所以現在來個圖形 為兩人年齡的關係圖 兄的歲數Y 妹的歲數是X 他們兩個年齡的差 永遠是16,8歲 永遠差8歲 即使怎麼年輕怎麼老 兄弟兩人的年齡 都是差8歲 也就是Y是等於多少 X加8 Y就是X加8 當這個 妹還沒出生的時候 這個兄的話 開始的話是8歲 一開始就是8歲 然後的話 再來的話 妹出生了 增加一歲 胸也增加一歲 然後這45度 就是胸增加一歲 妹也跟著增加一歲 大概就是這種 這是45度 這45度 妹增加X歲的話 胸的話增加Y歲 這個X跟Y一樣 這個我叫做Δx 增加歲數 Δy Δy會等於Δx 這45度 那應該選哪一個 應該選這個C C的話 C的話才是這個圖 B的話 他是那個 B那個圖的話 是等於他 等於妹增加一歲的話 胸增加兩歲 那B當然是錯的 其他的圖 像A 跟那個D A跟D的話 它是什麼呢 他是妹妹 歲數增加的話 胸的歲數 反而減少 那當然都不對了 當然都不對了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C 應該要選C